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最近针对三中案遭起诉发表声明,但其中对诉讼费辩解的说法,却遭到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质疑与事实不符。 马英九公然说谎,据放言报道,马英九在声明第二点提到,北俭说他背信,还预先准备6000万打官司,请问我有从国民党党产中拿走一毛钱吗? 北俭说他预制了6000万元以备诉讼,但马表示那是中投公司提拨的员工诉讼基金,不是给他的6000万,而提拨时间也不是他单任党主席的时候,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? 不过杨伟中却说,这比6000万诉讼基金在国民党内部文件都写得很清楚,适用于国民党主席、副主席、国民党秘书厂、国民党副秘书长和中投公司相关处理党产交易人员等五种人,在被政府行政处分,诉讼时都可以动用。 杨伟中表示,马英九既然是国民党主席,当然也属使用范围对象,而且金额从3000万增加到6000万,也是在马总统内增加的,怎么会跟他没有关系? 对马英九的说法也是蛮惊讶的,其实说穿了就是公然说谎。